今天回到臺灣 今天各地天氣悶熱 高溫約32到35度 外出的時候要做好防曬 並且要記得多多補充水分 氣象署在稍早也做出了最新的預報 代言來關心 各地都是高溫而言熱 北中還有東南部是屬於高溫的區域 主要的高溫是在34到36度之間 其他像是南部 東北部跟東部 大概也有32到33度高溫 鴻金馬大概是32 31 馬主因為比較靠近封面 可能會下一些雨 所以溫度稍微比較沒有那麼熱 氣象署說明 大台北地區以及花蓮和台東 受到西南風沉降影響 局部可能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透過畫面帶您看到的是台東太馬里 天氣真的是非常炎熱 另外東南部地區可能會出現焚風 也要提醒您特別留意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